星球这个古老的星球到底藏了多少命 在影帝里面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生物 你又相信多少 这几个人被困在森林里的一个小屋 每当夜晚来临 他们就要准时站成一排 然后开始表演节目 就是给外面的怪物观赏 而且这些怪物非常善于学习 每次他们表演的时候 这些怪物都会模仿学习 那么这些怪物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安娜今天是第一天被关在这里 她原本行驶在树林里的小路上 但是忽然谷歌的地图开始失去信号 安娜也慢慢进入了陌生的环境里 果真意外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安娜的车子一下熄火了 她想要重新启动车子 但是车子并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办法 安娜只能想着步行去寻找救援 她拿起鸟笼没有走多远 越发感觉周围环境的诡异 当她回头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车却不见了 而安娜明明记得她才走出十米远都不到了 所以她立马回去确认自己的车子 接下来更加诡异的是 不但车子不见了 就连刚才开车进来的小路也消失了 周围全部都是树林 就在安娜疑惑的时候 一群乌鸦从安娜的头上飞过 地面也开始来回话 夜色也慢慢降临 十米远一个身影飘过 安娜立马追上去 可是无论安娜如何呼救 前面的人影都跑得更加厉害 安娜追得不一会 就在迷雾里看到一座房子 就在这个时候 前面跑的人忽然打开一扇门 然后对安娜说 如果你想活命的话 那就快跑 安娜彻底吓坏了 她根本来不及思考 因为前面的白发老人 已经开始在盗上 安娜只能想着活命 迅速跑进门里 一进入大门 安娜就傻眼了 里面还有一些和自己一样的人 这个时候白发老人继续介绍 这两个年轻人也和安娜一样 一路在这片树林里的 并让女人扶起安娜 安娜完全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已经和他们站在了一排 白发老人继续说 屋外有一种叫窥视者的神秘生物 只要他们站在窗前 等着他们窥视 直到天亮那些怪物就会自行离开 因为这些怪物恐惧阳光 所以只会在夜里出来 这一夜就这样莫名其妙过完了 安娜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情况 所以第二天一走 安娜就主动提着鸟龙离开了房子 而几人虽然也装备齐全 但是没有一个人阻拦安娜 也没有人跟上去 就这样安娜不知道走了多久 她穿过树林的边界 终于爬到了山顶 放眼望去 安娜彻底傻眼了 这里是一座又一座山脉 光凭她的双脚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走出去的 此刻的安娜已经绝望了 就在这个时候 白发老人忽然出现在她的身后 老人开始说起自己的故事 原来她已经被困在这里三十多年了 这么多年下来 她已经找遍了所有出去的办法 但是没有成功过的 接着她将安娜带到一处标记前 并告诉安娜 这些路标就是他们活动的范围 以房子为原心 这些标记为圆环 每次他们走到这里的时候 就必须要打回房子 因为如果夜晚还没有进入房子 所有在外面的人都死掉了 而现在已经是中午了 他们现在就必须要打回去 不然夜幕降临 他们就危险了 安娜只能先回去 这天夜里 几个人在房子里轮流表演 而房子外面的情况 屋子里的人根本看不到 安娜也不确信 外面是否真的有人们传言的怪物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分成两组寻找食物 安娜和丽娅分在了一起 丽娅一边寻找食物 一边介绍如何辨别哪些是可以食用的 说着说着 就说起自己的故事 原来她迷失在这片树林的时候 是和丈夫一起的 但是在一次丈夫离开小屋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丽娅带着安娜来到一个地洞的洞口 像这样的洞口在森林里有很多处 丽娅相信那些怪物 白天就躲在这些洞穴的下面 一到夜晚那些怪物 就会从这里爬出来 中午的时候 四人聚集在一起 开始弄点吃的 这个时候白发老人 开始交代几条规矩 永远不要背对着窗户的镜子 天黑后绝对不能打开房门 不能靠近洞穴 永远待在有光的地方 三人几乎是同声说出的规矩 但是安娜一脸狐疑地看着他们 这天夜里 安娜开始研究这面镜子窗 她敲击了几下玻璃 然后又贴着耳朵在玻璃上 想要仔细听到窗外的动静 但是并没有任何异常 安娜就想着躺下睡一会的时候 窗子忽然被敲响了 也是三声 安娜吓坏了在这一刻 安娜终于知道外面真的有怪物 老人这个时候安抚安娜 让她不要乱动 只要看着镜子就不会有事了 第二天安娜和杰克分道为一组 安娜询问杰克是否看到过窥视者 杰克说他被困在这里八个月了 从来没有见过 安娜就立马做出一个决定 他不顾杰克的劝阻 走进洞穴 然后回头对杰克说 就这样杰克配合着安娜 让他下到洞穴里 安娜来到洞穴后 点燃打火机 借着火光开始查看洞穴的环境 原来这里藏着很多人类的东西 比如自行车 玩具 甚至还有一台摄像机 于是安娜让杰克把自行车掉了上去 就在安娜等着杰克放绳子 拉自己上去的时候 安娜忽然听到了后面有一响 安娜慢慢回头 在黑暗里 一只类似人手的形状向安娜伸了出来 安娜吓坏了 等安娜被救出后 她开始向队友展示这些从洞口带出来的东西 安娜认为有了自行车 他们就可以打破中午就必须要返回的家族 但是白发老人认为 安娜打破了规矩 就肯定会被怪物报复 此刻杰克拿着摄像机和电视连接 让摄像机的画面能在电视上播放 这样就制作了一个监视器 夜晚来临的时候 四人坐在桌子旁 观察电视 四人都想知道外面的怪物到底长得什么样 但是白发老人还是害怕 就在这个时候门被敲响 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正在求救 丽雅听到了是自己的丈夫在敲门 她本能地想要打开门 准备救自己的丈夫 但是被白发老人给拦住了 因为她觉得这一定是个诡计 而就在这个时候门外的求救声越发的惨叫 丽雅的情绪也开始失控 她坚持要打开铁门 就在这个时候白发老人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让丽雅询问一个只有他们夫妻才知道的事情 只要对方回答出来 她就可以打开房门 丽雅就问出了一个只有他们夫妻才知道的匿名 但是门外的人却一直沉默 就连刚才的呼救声也停止 丽雅终于明白站在门外的人根本不是自己的丈夫 丽雅就继续提出要求 让丈夫走进监控之下 让自己看到她的样貌 此时的怪物才知道原来他们已经可以监视外面了 就在四人观察电视机的时候 门外的男人蹲下身子 丽雅终于看清人脸 竟然就是自己丈夫的样貌 这个太神奇了 就在这个时候门外的摄像机也被砸坏了 似乎那个人已经生气发怒了 开始撕扯摄像机 四人都惊恐 丽雅全部站起 然后对着镜子 像往常那样让怪物观察他们 随着外面的几声愤怒吼叫之后 镜子上出现了一道裂痕 随即一切又都安静下来 安娜根本受不了这样的威胁 那么安娜能走出这片树林吗 四人被困在一个房子里 他们站在窗户面前 而在玻璃窗户外面却是一些神秘的灰尸 第二天白发老人就把安娜从洞口拿出来的东西 全部扔了回去 并对他们说 即使想要逃出去 也要在规则的范围之内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寒冬已经快要来临 安娜一直没有放弃逃出去的办法 她在试图摸清这片森林的所有信息 但是她做的每一个标记 都会被人有意抹掉 这天丽雅竟然走进洞穴 想要跳下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幸好安娜及时发现了她 并告诉丽雅 她已经快找到办法了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传来惨叫声 两人立马跑过去查看 走进去傻眼了 杰克竟然把白发老人给绑了起来 看到安娜和丽雅后 杰克立马就逃走了 丽雅第一时间追了上去 而安娜帮助老人解除了绑绳 但是当安娜带着老人回到房子这边的时候 杰克和丽雅已经把铁门给关上了 因为夜幕已经降临 乌鸦已经起飞 白发老人连忙拉着安娜 找到一处隐蔽的树洞里 老人对安娜说 这树散发的味道可以迷惑怪物的嗅觉 在房子里 杰克和丽雅手拉手 像往常那样站在镜子面前 就在这个时候 安娜已经听到怪物在行动的声响 怪物的体液直接滴在了安娜的嘴巴里 幸好老人捂住了安娜的嘴巴 这才没有让怪物发现他们 终于他们发现了窥视者本来的样貌 原本爬行动物的样貌 忽然变成了人形的样貌 竟然站立了起来 安娜第一次发现怪物 甚是好奇 只见怪物发现房间里少了两人 正在发出嘲笑 安娜再定眼一看 彻底傻眼了 根本不是一个怪物 而是一群怪物 他们都学着杰克和丽雅手拉手的样式 杰克开始对窗户外的怪物大声说谎 告诉怪物房间里只有他们二人 怪物听到了杰克的声音 立马开始刺散开局 白发老人见到怪物离开后 立马拉着安娜回到铁门 好在这次杰克打开了铁门 虽然白发老人气坏了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报复的时候 小屋外面的怪物已经开始回来了 四人又开始排列整齐 站在镜子面前 这个时候白发老人说出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原来他是一名历史学家 他一直在寻找历史传说的窥视者 所以找到这里 是他费尽心思自愿找到的 这间安全屋也是当年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他开始的时候就是靠着这间安全屋开始研究 直到有一天 他没有能在黑夜降临的时候返回小屋 这让他看到了非常恐怖的一幕 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全身赤裸在地上 虽然样貌上还有一些欠缺 但是已经非常相似 所以老人得出结论 这些窥视者的真正目的 就是要变化成他们人类的模样 就在这个时候铁门传来敲击声 房顶和窗户也发出敲击的声音 很显然这些窥视者已经准备闯入安全屋了 他们急忙用桌子堵住铁门 而铁门的撞击声也越来越强烈 就在这个时候 丽亚忽然发现下面有一个通道 他们打开地毯 露出一个安全门 几人来不及多想 赶忙打开安全门 然后迅速钻了进去 在进入的瞬间 小屋也被怪物彻底破碎 四人来到地下后 发现这里是一个秘密基地 里面有充足的食物 还有一台电脑 他们打开电脑 找到里面有大量的视频文件 通过对这些视频的研究 几人终于明白 打造这个研究基地就是这个教授建造的 他们每天只能白天用直升机运输材料建造 天一黑就要坐直升机离开 建造好后 教授就开始利用这个基地来研究这些怪物 这些怪物从来没有想过要闯入安全屋 他们每天都会在窗户外面观察它 模仿它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教授竟然发现这些窥视者 竟然开始模仿起它的样貌 虽然这些窥视者总是在模仿的时候出现错误 但是这些窥视者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快 可以很快将手指的数量和眼睛的数量纠正 有一天白天教授发现了与众不同的窥视者 它是一个小女孩的样貌出现的 教授就将它给抓了起来 并关在了笼子里 教授原本只是想多了解怪物的内心思想 但是怪物却并不理解教授的想法 一直不配合 最后安娜打开了教授的最后一个视频 此时的教授已经非常的憔悴了 他说他已经爱上了窥视者 所以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他准备杀了那个女窥视者 然后自杀 不再研究下去 并提供一个逃生的线索 让那些被困的人能找到逃走的方法 只要穿过136号标记 再走几公里就可以看到一条河流 岸边停靠着一艘小船 可以带着他们离开这里 教授只有一个请求 让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毁掉这里所有的研究资料 千万不要让外人知道这里 说完这些话后 教授爬了上去 去找他爱的那个窥视者吗 安娜听到了两声枪响 留下了复杂的眼泪 这种人和怪的爱恋真的值得吗 既然已经有了逃出去的办法 四人也都已经安心了 准备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里 但是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第二天一走 四人从地下室爬出来 发现小屋已经全部毁坏 四人不敢时宜 按照教师提供的线索 找到136号标记 安娜也在这个时候 放飞了自己的小女 四人在小鸟的引导下 朝着河流跑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天气下起来大雨 夜色也暗了下来 亏视者也发现了四人正在逃跑 他们立马开始追了上去 那么他们四人能逃出这片森林吗 树林的洞穴里爬出很多怪物 他们疯狂地在追逐着猎物 而他们的猎物就是人类 四人跑到河边 终于发现了教授留下的船 就在安耐给小船解开绑身的时候 丽亚忽然发现杰克竟然不在了 当他们回头寻找的时候 却看到杰克正在扶起丽亚的丈夫 丽亚此时是清醒的 大声地喊 那个男人并不是她丈夫 但是杰克此时根本听不到这边的声音 就在他们犹豫要不要上前去帮忙的时候 白发老人劝住了他们 再定眼望去 丽亚的丈夫已经割断了杰克的腿经 眼看杰克已经没救了 杰人就开船离开了 杰克被杀了 而在树林的黑暗处 走出一群人形的怪物 幸好这些怪物不会游泳 经过一夜的漂流 第二天他们发现已经到了人类居住地 在路边 他们拦了一辆去城里的大坝 就这样三人很快就来到了城镇 当安娜回到自己住的房子的时候 房间已经落满了尘埃 安娜并没有放弃寻找这些窥视者的信息 他经过一夜的调整 第二天就去找到教授的学校 并谎称自己是罗伊教师的侄女 学校没有人知道教授的下落 更加不知道教授已经去世了 在一个黑盒子里 有一本古卷 古卷里详细描述了半人兽的来历 原来在创世的时候 有一些天使和人类 发生了诡秘的罪恶行为 生下了这些半人兽 而这些人不是人 怪不是怪的生物 被诅咒了他们永远不能见到光 为了能继续生存下去 他们和人类签订了契约 两边都互不侵犯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至今 而没有想到教授发现了这个古卷后 就一直在寻找这个半人兽 没有想到真的被教授找到了 也正是因为教授的行为 激发了这些半人兽模仿的天性 就在这个时候 安娜在桌子上看到了一些照片 而这些照片让安娜整个人都不好了 所以她第一时间来到丽雅的家里 并把自己去教授的办公室说了 然后拿出了一些照片 在照片里丽雅看到了 教授和妻子的照片 而那个妻子竟然就是白发老人 安娜继续解释说 她去询问了学校的工作人员 得知了教授的妻子 在30年前就因为癌症去世 并拿出手机 把搜索到的新闻给丽雅看 如果教授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那么一直陪伴他们 在树林里的白发老人又是谁呢 一种不安的恐惧开始笼罩着他们 安娜给出自己的猜测 就是教授的妻子早就已经去世了 而教授为了能找回自己的妻子 竟然在白天抓住的那个小窥视者 让他每天观看妻子的视频 让小窥视者慢慢成为妻子的模样 这就是为什么教授最后自杀的时候 说已经爱上了窥视者 原来他爱上的还是自己的妻子 丽雅认为这些不可能 因为教授在视频里明明已经杀了那个窥视者 但是安娜却说 这些窥视者根本就不可能被子弹射杀了 他们是可以变形的 所以完全有可能死而复生 丽雅再次提出一个疑问 那就是窥视者是不能见到光的 而白发老人却不受阳光的影响 安娜给出自己的猜测 他认为白发老人肯定是有一些和窥视者不同的基因 但是他现在也不明白这其中的缘由 可以肯定白发老人就是一名窥视者 而且是那种成功变形成人的窥视者 如果白发老人是窥视者 那么这个世界就已经闯入了窥视者 而且还是他们把窥视者带到了人类的世界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开来了一辆车 车里下来的人就是丽雅 我的天啊 怎么会出现两个丽雅 安娜立马明白眼前的这个女人根本不是丽雅 就在此时丽雅已经走进房子 而就在她的头顶那个窥视者已经爬了过去 安娜大声喊着让她离开房子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窥视者已经变成了丽雅丈夫的模样 并打倒了丽雅 安娜想要逃跑 但是哪有这些窥视者的速度 瞬间就被抓住 并将安娜砸向窗户 安娜偷偷藏着一把玻璃碎片 安娜一直在求饶 但是此时已经变成捷克的窥视者 对安娜说 她已经近距离研究过他们 所以现在她要取代安娜 并说出一个秘密 原来那些房子周围的标记 根本不是什么返回的记号 而是困住这些窥视者的界限 而这个界限就是安娜给打 他们才有机会离开树林 最后窥视者变成老人的样式 老人再次说出一个可怕的秘密 原来白发老人 根本不是教授抓住的那个窥视者 而是教授和那个窥视者生下的小孩 在窥视者的言计 这个和人类生下的孩子就是一个怪胎 而也因为教授的原因 她终于突破了不能见光的诅咒 说着就再次开始变形 这次变成了安娜的模样 安娜看到自己的模样后 竟然打开了门 窥视者一下掐住安娜的脖子 并对安娜说 你是罪恶的人类 应该得到救赎 说着就要杀掉安娜 安娜开始说出另外一个秘密 那就是为什么只有她能离开树林 而她的同类却不行 窥视者当然想要知道这个秘密 如果能破解这个诅咒 那么她的同类就不必再受驱虫之苦 安娜继续说 在教授的房间里有一段录音 说人类和窥视者原本是可以和平相处的 甚至有些窥视者变成人 和人类恋爱生子 而生下的那个人就不再是窥视者 而是半人兽 所以安娜断定 眼前的这个窥视者就是教授生下的孩子 因为有了人类的血液 所以才打破了诅咒 此时的窥视者已经开始相信安娜的话 因为从一出生的那一天 她就被窥视者视为异类和怪胎 然后安娜继续说 你已经不再是纯种的窥视者 你已经具备了人类的嫉妒 愤怒 还有怜悯和同情 果然安娜的话非常有效 窥视者的面貌开始拧曲 变形 最后安娜对窥视者说 这个人类的世界绝对不值你一个 肯定还有其他同类在这个世界 如果能找到那些同类 那么你就不再孤独了 窥视者终于露出她本来的面目 果然和其他窥视者不一样 她竟然长出一双翅膀 安娜看着套到房里的窥视者 在离开的时候窥视者留下一句话 如果她没有找到其他同类 她会回来杀了她的 安娜看着她飞入黑暗中 日子一天天地进行着 安娜也在这样的旅途中 找到了自我救赎的路 她重新回到了姐姐这边 原来安娜一直背负着 害死妈妈的罪恶感 在那次车祸里 安娜的妈妈去世 姐姐受伤了 这么多年过去 她一直活在自我的罪恶感里 而当安娜重新回到生活里 自我救赎 自我饶恕的时候 她也感受到做人真的很好 那么这个世界有没有这些半人数 在上古十七是真的有的 当时下到人间的使者 确实犯下了天条 和美貌的女子结合 生下了各种巨人 为了能消灭这些巨人和异类 仙元帝当时还发生了 历史悠久的战争 最后皇帝胜利了 但是这些胜利的背后 并没有全部消灭这些异族 有一些异族确实秘密地 存活在这个世界的隐蔽处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 试图寻找他们 因为我们最好还是把这些 当作一个传说是最好的 不要相信这些传说更是好的 这就是对这些异族最大的保护 你可千万不要相信